Toyota Vios 是一款马来西亚消费者乃至整个东南亚消费者都很熟悉的一款车 这款车从 2003 年面世之后就成为了 Toyota 在东南亚市场 在台湾市场 在中国市场的一款销售利器 可是从 2003 年到现在 2021 年 这款车只经历了三代的车型 第三代的车型从 2013 年一直贩售到现在 在最近 终于有东南亚的媒体报道了第四代 Vios 的消息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会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传说中的第四代 Toyota Vios 会有什么进步的地方 还有它在什么时候发布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第三代 Toyota Vios 的历史 这款车是在 2013 年正式发布 实际上这款车跟第二代的 Vios 采用的硬体结构大致相同 但是在外观还有内容上面做了比较大的改进 其中一个我觉得让人比较惊喜的改进就是 Vios 的第三代把原本在中控台中间的仪表 移回了驾驶座的前方 这样大家在驾驶的时候 看这个仪表就会比较的方便 实际上二代车型跟三代车型的进化 我个人觉得是蛮大的 尤其是第三代车型对比第二代车型 它在操控表现上面进步很多 但是因为一些像是引擎啊 还有配备都没有升级 所以这款车在发布的头两年销售成绩虽然好 但是之后就开始逐步下滑 因此原厂在 2016 年推出了一个升级版本 就是更换了全新的Dual VTi 1.5 公升自然进行引擎 还有 CVT 变速箱 另外把 VSD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变成了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在 2018 年为了满足泰国当地的排放发规 还有 Eco Car 发规 Toyota 在当地发布了一款新的 Sedan 这款车型就是我们熟悉的 Yaris Active 虽然说它是一款全新的车型 但是实际上它是从 Vios 的这个架构 进行大幅改良而成的新车 因此它在其他的东南亚市场 例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跟辽国等地 还是用 Vios 的名义翻舟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Vios 3.5 Vios 3.5 是在 2019 年年初于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这次 Vios 3.5 除了外观跟内装有着很大的改进之外 在配备上面也是有很大的升级 尤其是马来西亚版本 为马来西亚版本全车系标配了 7 个漆囊 而且在比较顶级的车型 还有车侧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以及 360 度摄像头的功能 这样的配备 在当时的 Speed Segment 市场中 完全是遥遥领先 没有对手 不过原厂本身或许意识到了 这款车就算在怎么改良 还是一款比较旧的车型的 在空间等等都没有什么优势 于是在 2020 年的年末 原厂又再一次发布了这个 Vios 的小改款车型 在这里我们将它称为 Vios 3.75 也就是现在大家买到的车型 除了增加了一个运动版本的 GR Sport 之外 这款车在头灯组上面终于导入了 LED 而且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这个 Vios 历史影片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我们在之前做过了这个 三代 Vios 的总集合 大家可以看一看哦 我们来算一算 从 2013 年面世到 2021 年 这款车已经销售了 8 年到 9 年之久 这个在一个大厂商的热销车馆上面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就算原厂经过了两次比较大幅度的升级 但是实际上它的硬体架构 已经落后了对手一个世代 所以新一代也就是第四代的 Vios 已经是肩在悬上了 而根据之前菲律宾媒体报道的消息 就是 Toyota 已经在开发着 这个全新一代的 Vios 还有它的双生兄弟车型 Yaris 而新一代的 Vios 开发代号叫做 D92 又或者是 DG7 7 这款车型和之前的三代 Vios 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的差异就是 它会采用 VMGA 也就是 Daihatsu 的这个平台打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 Daihatsu 是目前 Toyota 的全资质公司 而之前两家公司也达成了协议 未来 Toyota 的小型车款 基本上都会经由 Daihatsu 的来开发 所以 Vios 跟 Yaris 变成 Daihatsu 开发的车型 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样而觉得它将近 因为这个 TNGA 平台 本身就是从 TNGA 衍生出来的平台 所以 TNGA 有的优势 它也有 就是低重心 高刚性 跟更大的空间表现 同时也可以搭载 非常多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这一点是让大家都比较惊喜的地方 因为现在的 Vios 虽然说有了部分的 TSS 功能 但是比较常见的像是主动式定速巡航 我们依旧在这款车子上面看不到 而它的最大对手 Honda City 已经有了 采用了新的平台 就意识着它的空间表现可能会进一步放大 大家可以从这边的列表看一看 Vios 如果和它的两个主要对手 Honda City 还有 Misan Almera 相比的话 它的车身尺码是有一点失亏的 尤其是轴距 两款其他的日系 V7 胶车 它的轴距已经达到了 2600mm 但是 Vios 还是在 2550mm 所以这个 50mm 的这个宽度 其实对它来说是蛮吃亏的 这样也影响到了 Vios 的空间表现 所以我们预计采用了 DNGA 平台的第四代 Vios 它的轴距应该会达到 2600mm 甚至更大来营造更好的空间表现 毕竟在东南亚市场 大家很在意的就是空间表现 而这一点也是为什么 Vios 在东南亚的声势 会输给现在的 Honda City 的原因 如果是 Honda City 的车主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Honda City 的空间表现 真的真的真的很大 第二个改变的点可能就是引擎 虽然说大家对这个 1.5 公升的自然进行引擎 已经很熟悉了 但是还要再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引擎是在 2016 年的升级版 Vios 上面 才首次出现在这款车上面 所以实际上这款车到现在使用了 5 年左右啦 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第四代的 Toyota Vios 上面 很大的可能性原厂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一具引擎 至于泰国版本呢 则是可能继续采用那个 1.2 公升的 Dual Viti 自然进行引擎 而且这个版本只会在泰国贩售 所以马来西亚消费者不需要担心我们会买到这个 1.2 自然进行的版本 另外我们也猜测 第四代的 Vios 很有可能会首次采用涡轮增压引擎 因为在泰国它的主要对手 Vios 还有 Almera 都是采用 1.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1.0 公升的涡轮 Toyota 没有吗? Toyota 也是有的 也就是在 Altiva 上面的那一具引擎 最大马力是 98 PS 峰值扭力 140 Nm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样的引擎放在 Vios 上面可能不大够力 可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导 其实 Toyota 目前已经在开发这一具具备缸内直喷技术的 1.0 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而 Altiva 的引擎是没有缸内直喷技术的 在导入了缸内直喷技术之后 这具引擎的马力会提升到 120 PS 峰值扭力大概是 180 Nm 到 200 Nm 左右 如果这样的引擎输出放在 Vios 上面的话 我觉得也是相当足够的 而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 在欧洲跟中国 实际上 Toyota 有1 具 1.2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这具引擎也有可能会放在 Vios 上面 如果 Vios 真的有这样的引擎选项的话 我相信它的竞争力会大大提升 但是可能性比较大的还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如果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 和这个 1.0 或者是 1.2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让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最后就是这个菲律宾媒体曝光的发布时间 第四代的 Vios 会比较早发布 在 2022 年的第三季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了 至于新的 Yaris 则是要等到 2023 年 Vios 作为 Toyota 最重要的东南亚战略车 相信这一次的大改款改进会非常的大 而实际上我们也非常期待 这个市场上会有更好的竞争 因为厂商们的竞争提升配备 到最后得意的都是消费者 如果真的是在 2022 年 第三季发布的话 相信马来西亚市场 最快等到 2023 年的第一季 就看得到了 而且因为我们的车款是 CKD 的关系 所以在发布之前 云厂应该会很积极的在马来西亚测试 说不定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第四代的 Vios 出现在马来西亚的道路上面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也是我们目前所知道所有关于第四代 Vios 的信息 大家对这样的内容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下一期的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